打擊非法毫不懈怠 美國當局的法律之鞭 朝著幣圈步步進逼 美國司法部表示 列科紀莫夫 經營的交易所 從事無兆貨幣兌換業務 還與惡名昭彰的 俄羅斯非法暗網 九頭蛇市場 交換了價值超過 212億台幣的加密貨幣 話語中的熱帶島嶼 可能禁止加密貨幣交易所 FTX的總部巴哈馬 FTX在去年11月 雪崩市破產 引爆幣圈 垮台風波 與公信力危機 重組團隊給債權人的 最新報告中表示 雖然成功找回價值 55億美元的加密貨幣 現金和證券 但是也有約 4.15億美元的加密貨幣 已經從平台遭到駭客竊走 FTX也表示資不抵債的情況仍相當龐大 遭起訴金融重罪的FTX創辦人 班克曼弗里特卻跳出來反擊官方公布的財務狀況 具有極度誤導性 他堅稱FTX的資金絕對不只如此 償還美國客戶後 還可以綽綽有餘 近新聞電影中陳思憶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